又來到今日的QA時間 一如以往又要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有問題請去我們YouTube頻道入面的任何一條影片 最好是QA影片 下面留言的地方就問我們 讓我們好些管理 因為Facebook那邊就不回答大家的問題 希望大家幫忙讓我們容易管理 大家都容易看到 各方面幫忙回應都是方便的 如果有朋友看到有問題可以幫忙回答 集中在智囊團 今天第一題MX 有幾個問題 因為現在正在用A73 對著Beta40mm耳光圈都在扭口水 口水緊這刻我真的要想一想 口水緊 如果暫時未有 因為現在未有這枝實際的測試數據 我們會選擇 等40這枝 還是 買 蘇菜的51.4 還是 35mm 索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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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菜即是 Sony自己 戴掛牌的那枝 51.4 還是31.4 或者 會不會有其他35mm焦段可以介紹 另外 除了蔡司的51.8之外 我們覺得Sony有編枝原廠的必入 另一個膠攝推介就是32.8 這個是另一個朋友的推介 我不特別推介 是三分之一的膠攝推介 現在就有騰龍2875 然後有16 32.8 還有 G Master的50.4 在有流 緊口水對之 1200G Master 但是 用的機會不是那麼多 想我們給他一些意見 先說到前面 如果覺得Sony 40 OK 因為現在有的鏡頭 應該是 騰龍2875 16.3 原廠16.3 G Master 以及 G85 G Master 你會選擇 等Sony 40 還是選擇 原廠的兩支 其中一支 G Master 35推介 就是32.8 32.8 又輕又便宜 又方便 拿出街 我看你怎樣使用 首先 最重要是分析 你自己的鏡組 鏡群 你自己都說 拿著長鏡 但用的機會很少 之前他在考慮35 這個段 35至50 解決了35 35 先說 我認真說 他起碼不選 51.8 很明顯 沒有選 55.8 可能他覺得 大鏡頭 又可能覺得 G Master 855 近 G Master 他有嗎 55 其實不近 可能他 喜歡大鏡頭 我覺得 他比較喜歡 因為42都是大G 可能他相信大鏡頭 他相信大G鏡頭 可能是42跟55 很大距離 55一定淺境深一點 55.8 但他明顯是選大鏡頭 我自己感覺 其實 你應該要想 整個鏡組 你自己的群 你自己擁有鏡群 是應該怎樣選 定招和變招我們兩個都經常說 定招還定招 變招還變招 我們不會一起計 不會說你有變招鏡 有這個招距 就不要買這支定招鏡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說 現在定招只有855 1.4 對賽斯這個名字 也似乎有些偏好 或者1.4磅圈 或者大鏡頭 嚴格一點 分析 他之前選擇這三支 是大支 可能他覺得 大支鏡頭的可靠性高一點 但我正在想 如果給我 我正在想 除了這支之外 你會不會買多一支Y Y的支 你會想哪支 因為譬如 Y的 我當買28 二光圈那支 其實 當然買一支遠多一點 沒理由選35 如果你打算買28的話 可能遠一點 可能買50或51.8 但如果你打算買多一支 再高一點 例如賽斯自己也有高一點 你這支40或35 這兩支 可能會比較適合 就是這樣去想 而不是 單純一支一支 因為你用 你拍照的時候 你是會 會這樣去選擇一些 鏡子 你有35 你自己也說 有35 不會買一支40 以我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這件事 有36 35 以我們這麼多年來 可能我們 省錢或者省鏡頭的 做事方式 通常都是 一支Y zoom 其實是頂到很多支 定焦鏡 而且 Y zoom 其實 因為Y鏡很少要大光圈 Y zoom大光圈 你要好大光圈 然後你就要好多支鏡 一支Y zoom 可以令到很多支鏡 理論上 通常一支Y zoom 加一支背准鏡 再加一支 8500或71200 其實已經齊了 需要拍攝的大部分 即八九成的東西 可能你中間 我覺得你 可能你嫌8500 1.8近 8500 1.4 或者不夠大光圈 那你就買 五手1.4 那就會 又適合你的方向 定焦鏡有大光圈 又夠大支 又有質素 其實五手1.4 我會建議你 10.635 搭5手1.4 搭8500 其實這樣用 就很方便 我都覺得 短期內 這樣 計算 50會比較適合你 遲些 再買一些Y的大光圈 到時再考慮 但 應該就不會是35 這樣 可能要多一點 那就好一點 因為 你40的話 同志 你想一下 連光圈都近一點 同志 G-1635 G-Master 只欠了一級 但在53.4 只欠了兩級 其實 效果 分別會明顯 應該是 Punk Hippie 問 最近 想換富士 考慮 XT-100F 或者 XT-3 想問 畫質 分別大不大 用慣 35招 超短 所以 覺得 X-18F 對 對他們來說 適合 追求便攜和畫質 不知選哪部好 變強的鏡子 其實如果純粹計算便攜 你35 即用XT-3 你可能 都是選擇18 或者 27兩支 兩支 餅鏡 你的便攜性 才會貼近 是貼近 是貼近 都不是 可以比美 X-100F 所以我覺得 如果辯攜性 和畫質 來比較 在這個位置 他們相差 就這兩部機 如果畫質 X-100F 和XT-3 因為我自己也擁有了 我覺得畫質 比起 X-X1 X-T2 也有進步 但是 兩個方向內 那個差 是不是那麼多 你要說的就是 Facebook 變攜性的差 和畫質的差 那畫質 去到那麼大 還是那麼小 我覺得 如果和X-100F 比 我當你 落一支 二三二光圈 這樣比較 大家的焦距都是一樣 變了 差不多 便攜性 X-T3 在這個位置 那個差 和X-100F 就差 遠一點 但質素 X-T3 我相信 都會比X-100F 少少 但是 差就少一點 所以 這一刻 你這樣比較 我覺得 X-100F 會比較適合 賣什麼鏡子 賣什麼鏡子 X-100F 不能賣鏡子 X-T3 X-T3 就是 他這二三二光圈內地 下一題 詹姆斯拉 是說要 很極 長篇 多謝你 支持 手頭上有 H-R3 一盏鏡 和 Nikkon P98 有些問題 第一題 就是 拍攝影片是新手的 平時都是 拍照為主 經常 聽我們說 Z-Lock的問題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如何設定 和後製 需要什麼軟件配合呢 簡單來說 拍攝影片 現在很多機都沒有 Videowall 這件事 而Lock其實就是一個自衝的方法 起碼扮演了接近 Videowall 等你的後製空間加大 Lock是一樣的 但是 設定和選擇 每個機器不同 所以 我很難告訴你 R3裡面就是 選擇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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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製什麼軟件配合呢 市面大部分主流軟件 現在都支援 通常要選擇Lockup table 讓它變回正常式 基本上就是這樣 最主要是 令到暗位和高光位層次會增加 對 融化後追大分別 如果不同機器 透過Lock 可以把不同機器拍攝同一件事 把顏色變回接近 基本上就是這樣 接著再問 近來Nikon出了 P1000 焦距 等於24-3000 我好像說到我不知道 自然 還有Wall file 想問有沒有考慮借這部機器來試 有考慮 我希望借到那部Z7先 因為 James Lite用開P900 一般用途 相機如果要求不高質素 是非常方便的 長焦 情況更加無敵 看法是怎樣 2000和3000已經分別不大了 但是P1000和P900的尺寸差很多 P900再大一點 P1000是很巨型的 很巨型 那就沒有變攜性 對呀 所以不用想著 其實你想想多了1000mm 數字上很大 但是 拍出來的實際分別 你不太感受到 因為他要做多很多東西 才做到再多1000mm 對呀 簡單來說 你有P900就沒有 我覺得 真的不是必要 升P1000 去到那麼遠就需要 腳架 很多東西配合 才能用到3000 那麼長 基本都要有單腳架 對呀 有很多東西要配合 所以其實 用著這部才好 對呀 接著 詹斯卡又問 最近想進入Zoom 給AXR3 考慮7284 或者是 7300 4.5 應該是5.6 有沒有記錯 非專業用途的 是不是 長焦那支號 7300好用過 但是 7200的光圈 比較吸引 不過好像很重 我們怎麼看 7400嗎 都不是 對呀 又沒有吸引 4光圈 你去做AXR3 其實我覺得7300 會好一點 因為你7400 其實用途都不大 真的 很局限性 對呀 就算 應該這麼說 非專業用途 要麼不用 要麼就用 長一點 對呀 起碼多了 多了100mm 給你Zoom 的話 你會覺得好玩一點 以非專業用途來說 你再長一點 你換樂性才高一點 7400 可能我們 做事必須要用的 又要有 夠光圈才會用 對呀 現在去到 譬如 HR3 其實 Iso那麼高 其實 小光圈 沒有所謂 還有防守震 有配合 其實如果說 便攜性 7300 縮到最短的時候 都 細枝 7200 4光圈 只是重量分別 重了一些 所以 問題是 袋落袋 也會 二代少少 我覺得 如果 如果 給我 你的情況 我會選到300 然後 再問 Apple新開發iPhone 攝影方面提供了 淺景深的選擇 你覺得 我們這些 我們覺得攝影用家 無論專業和業餘 是不是帶來衝擊 這些深的問題 對呀 開十集 然後找很多 十個專家上來講 其實手機拍照 對攝影 彈 攝影 器材 的 衝擊已經很大了 是啊 起碼便攝機的空間少了 例如你都用P900 你不會用那些卡片機 現在唯一的卡片機就是 卡片得利要勁zoom 或者勁zoom 或者大光圈那些 大光圈那些名牌子 那些都不是很勁 但是所有功能有很多功能塞殺它 接下來有某一部 勁機就行Android那部 那部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那部 那部根本不能說是便攝機 那部很大部 對那部很大部 已經是第一件事 手機衝擊 攝影機的市場 但是我覺得 今次 淺景深 可以調節的淺景深 今次這件事 因為Android有很久了 我知道 iPhone 影響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 那個影響 不是說 突然間 會有些人 因為這樣 完全不用相機 或者用Android轉做iPhone 不會 我覺得已經是到了一個地步 它不能再影響大一點 是的 它的影響是很大 但是已經是 就是90%和91%的分別 應該這樣說 你其實說 要淺景深選擇的那個 那是來自軟件的 如果大家又撿開相機 大家都知道 那些 不是那種東西 一定是物理 物理學定理才能做到那個 真正的淺景深 如果縮小用 其實大部分 它的運算好 好過以前 小小的 好過Android的 那些機器好一點 但是縮小用 其實 是很漂亮的 但是放大才有問題 但現在有多少人放大用 所以衝擊就是來自 譬如你的相片怎麼用的 縮小用而已 那麼小用而已 其實 很夠用的iPhone 所以其實對衝擊 不是對攝影的衝擊問題 其實本身的人類使用習慣 我們不會放大相片的 這些都夠用的話 其實就是用iPhone 但是 重點是繼續 其實已經衝擊了 已經衝擊了 沒有什麼衝擊 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買過相機 多了電話拍照模式之後 就開始用攝影 接著之後回看 接著用就發現 其實都夠我 只是螢幕用而已 可能那些人從來沒有用過相機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衝擊 只是一個 另一個新媒體 手機攝影放在媒體 即是放在網上 最後 就想問 對於360相機 有沒有工作上需要用到呢 我就沒有了 因為近日 在YouTube上看到很多 這類型的影片 有些心思想過來玩 有沒有心思推介 這樣 有沒有心思推介 都是那個大牌子 大牌子 好似不錯 好似不錯 未出那部新機 好似不錯 我自己暫時這一刻 都沒有好推介 但我覺得 你至少要買 4K 至少 因為要4K才能給你一個合理的畫面 你看 其實你又不是 你是真人網 但你畫面只是出那麼多 你這麼大的4K 出那麼多畫面才有質素 如果利用以往 即早期那些 全高清那些 幫他們扯大了 只剩這麼小的時候 你只需要中間的 你會覺得 起街上也很緊 不夠街上 但是 起碼我現時覺得 整體的技術 仍然有待 改善 其實不只是機 我覺得機要做都做到 但是播放那裏 播放你沒有選擇的 你也是社交媒體 那麼小的螢幕 你大極都沒有 用手機看 你也是那個螢幕 都是那個解像度 手機都越來越高 但是 眼睛那麼近看 那麼小的東西 其實重點是 還有傳輸和處理 這是日益增長的問題 再高解像 要等遲一點 我覺得現在 整個整個解像度 不夠成熟 是的 這樣 但是 我都覺得 如果到他成熟的時候 應該是好玩的 尤其是去 我覺得去旅行的探險 不是探險的 去一些未去過的地方 放著機器在頭頂 一邊走 以後 你不用煩了 以後重溫 請問你可以重溫十次 你看這邊有一次 看這邊有一次 你喜歡點望 有些很重要的地方 當他的解像力很夠高的時候 這樣拍一張照 你就已經可以慢慢周圍看 其實那些軟件 都是現在的 收錄雲機 都是給你 自己 之後再剪一條正常的片 出來 是的 再加上 到時 連拍片 找一些不懂的人 去拍都可以 因為你事後才調整角度 還有水平或者防手震 是的 不用煩了 那些其實 都是那一句 不要拿劍而已 不要拿劍而已 現在買來玩一下 學一下也行 現在又便宜 那麼便宜 下一題 對啦 Light Hole Mag 問 前陣子有網友 由菲林 上數 簡單來說 想問 那些預算是8000至1萬左右 有什麼推介 主要是拍攝人 都會拍攝食物 去旅行 就是什麼都拍攝 通常這句都是我報的 是他自己報的 什麼都要 不追求什麼 希望鏡頭多個選擇 最好不要太貴 因為自己都喜歡玩鏡 其他什麼重量和尺寸都沒有什麼要求 亦都不會拍攝 甚至會不會升級到 Full Frame 都沒有決定 暫時只想找一部可以長玩長按 可換鏡頭的數碼相機 如果升級會不會影響 如果升不升級會影響推介 可不可以各推介一部 還有上網 做Research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說 富士影響會死黑 要推進那個暗位才要好一點 不是 這件事 好笑 待會再說多一點 如果8000至1萬有什麼推介 我猜應該是年鏡頭的 富士嘛 他不是說富士嗎 其實來認真 大家都知道 很多廠都推富製 沒有反的 他沒有說將來 這個8000至1萬元 現在這一刻這個價位 其實我真心覺得 只有富士而已 沒什麼可以選擇 真的只有富士 因為如果你買Sony 基本上買一部機 你也不用買鏡頭 對 富士有些4000多元價位 X-E3 X-T20 變成還有空間 買一兩支 漂亮一點的鏡頭 Sony也不做小機 好像 Sony 剛剛有個傳聞說 出APS 是頂級機 頂級不是8000至1萬 這預算是年鏡頭 雖然他還有 A6000在賣 但A6000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 4000多元 是嗎 是呀 應該買大舊 大舊 大舊 很舊 你想想 我當日買了 用完用剩 賣了到現在 都有段時間 賣了到現在 但是如果你以拍照計 一邊移動 我告訴你 當年我們用兩部 去做事 行山 拆麥克風去拍攝 是絕對沒有問題 很漂亮的畫面 很好用的機 因為他還有 還可以加APP 還有時睡著教你 裝部機拍攝日出 他都還能拍到 其實已經是好好的那部機 現在好像說三千元 港貨 好過三千元 其實都可以 在這選擇 但我覺得真的很舊 鏡頭真的很舊 但你買一部新機 就可以了 新機也拍到照 當年也有拍照 我覺得Sony 因為有支1670鏡 如果你買1670 買二手 其實都夠錢買的 這個 蠻好用的 因為你不喜歡 他不喜歡富士死亡 你快點澄清一下 這個待會說什麼 那 就是這樣 各推薦一部 如果你想著 將來都可能有機會 升級 我沒有想到 不想到 我覺得絕對是 16000加 1670 但是 另一個就是 如果完全不想 富士都是一個考慮 至於 拍照會死黑 因為 因為網上有一位 幾出名的 偏激 我覺得算是幾偏激的人士 他不斷周圍去說這件事 不是呀 富士廣告自己都是 你忘記了嗎 富士廣告 深色位的反差是高一點的 富士 總之你曬出來 富士 以前曬上的反差 除非你要特意買一些反差低的 或者你曬上的反差低的相置 因為你反差高 那個 顏色 大家會覺得它很銳利 簡單的 你有沒有用黑白菲林的 我沒有呀 富士不行 富士不是不行 富士是沒有什麼人用的 就是因為它反差高 反差高 反差高 會容易出現 白位 爆 暗位 暗位 菲林 我們不會用黑白富士的 但是 其實 首先它現在已經有一些菲林 新機 有些菲林 反差沒有那麼高 那麼 買新機 還有你那時候經常說的 我經常問你為什麼是四黑的 富士黑白模式 然後你說推光過暗位就可以了 加幾級 兩鏡三鏡 富士它可以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富士 它原裝已經是高 conscious的 是的 還有它零碎射施的 你 只不過沒有富士在這方面做得那麼快速的界面 所以你說是不是真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每次都說一定要直出直出直出 JPEG直出 就是了 你用得富士的人是喜歡直出會比較好 我覺得當你熟了這部機 應該是設定這部機遷就你的喜好 而不是這部機原生的預設是這樣的 你就永遠做 那你買機之前打算要富士 富士顏色才買富士 出到它是顏色的 不過反參可以調低一點 顏色也是差不多 一定要先調 預設就不行 我個人喜好 可能有些朋友喜歡他的預設 死黑那個是某一個普遍激的人 在網上瘋狂宣傳這件事 那個人是他不喜歡的 但是都是看個人喜好 下一題了 KK陳問 最近入手了一支騰龍的18-400 發現他400mm的時候 跟Nikon有300的300mm 分別很小 想問問是否偷工減料 不足400 正常來說 如果換回等效焦距也要27-600 而Nikon的一支就相當於105-450 沒有理由 只差這麼少 KK身邊沒有朋友 有400mm 所以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想問問我們 你怎樣看這件事 去到Terry 其實要欠很多才有很大的分別 他有分別 其實已經是有分別 其實上星期 有個朋友問了一個問題 他發現24-70和24-105 換了24-105之後 他覺得真的不是Terry了很多 他覺得真的不是Terry了很多 那24-70和105的差大概是三分之一 就是25mm的焦距 你現在換算 400mm和300mm的焦距 其實是差四分之一 因為焦距要用比例去計算 不是直接用數字 8-5mm好像很多 不是的 是焦距 你用肉眼看到的分別 是用焦距之間的比例去計算 例如400mm 例如300mm 你明顯看到有分別 可能是600mm 但是如果你是一支30mm的鏡頭 你明顯有分別 可能是5-60mm 那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需要去到85mm 有很多 這件事不是這樣計算 就是講少題外話 我們經常都不只是回答問題 我想說說帶入其他訊息 就是因為 以前飛林年代 其實差100mm就差很遠 因為現在數碼 只不過像素多很多 其實這個像素是多於飛林 其實是絕對多於飛林 因為飛林用一些點 很多個點來做一個影像 但數碼是一個點 所以其實這個數碼 其實影像是高很多的 我們要注意的是 其實這小小的解像度 再加上我不是說你 大部份人 都是用這麼小的畫面 縮到這麼小 其實分別不會很大 但只不過你要做一件事 可能你拍一刻 你那一天 你覺得不夠長 其實因為你內心 就像以前 有人都說 以前沒有露燈鏡 有很多精彩的 經典照片 其實都是拍出來的 但你要拍照 所以你心目中 是有哪個框 在畫面 即是相機裏面 還有一個框 在你心目中 這樣才是拍照過程 所以其實你不要太介意 器材這個 這個有差多少mm 夠不夠這個問題 不要太在意 如果你買了鏡頭 你就拿出去盡情拍 因為如果你很介意 你覺得拍不到相片 然後你就會整個過程不開心 而且如果你實際 覺得差很遠的話 就直接換一支鏡 因為你去到600 去到1200 才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是甚至 很辛苦的人 拿一支1200的鏡 其實可能都是 拍一隻大象 和半隻大象 分別的 因為去到那麼遠 你真的要欠很多焦距才行 但可能你 就這樣加上去 已經很夠了 但加上去之後 你不會放那麼大張上來用 你真的會這麼小的螢幕 所以其實不要太介意 那些焦距 最重要的是 你內心裏面有一個框 在畫面裏面 才是一個影響的概念 所以其實器材 其實真的不太重要 雖然我們經常說器材 OK 我還想補多一點點東西 好幾年前 有一個話題 有一個熱話 在攝影界的熱話 就是有人試到 當年某個牌子出了一支 70-200 2.8 同一支 應該是28-200 就是同一間創出的 就用來比較 哇 200mm的時候 是明顯有差的 就是畫面的尺寸 但是當時很多人都說 就像你這樣想 是不是G28-200偷工減料呢 後來這間廠 其實解釋 他們算焦距 是對無限遠的焦距 因為現在的鏡頭 鏡組很複雜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有部分鏡頭 當你一路對焦的時候 對近對遠的時候 好像Zoom了一樣 這些是鏡組造成的一些效果 越複雜的鏡就越容易變成這樣 越複雜的Zoom鏡 其實有些頂焦鏡也是這樣 所以你會感覺到 剛才這樣說 大家都有200mm鏡頭 即是同一間廠 你都會覺得 對到某個位置 因為你很少 什麼都對無限遠 對近一點的東西 為什麼這間廠 為什麼這支會拍到多些東西 這支會拍到少些東西 其實原因就是這樣 不要說變焦鏡 近一點 近一點 甚至Sony 有兩支35mm 35-1.4和35-2.8 其實兩支都有這個差距 所以不用太介懷 因為這是現實馬尼學的問題 所以理解就可以了 下一題 亮輝Winter 最近買了80D 接觸數碼世界 70年代用過利是錢 買過Fuzika ST601 單反傳手動 50mm之後 後期90年代用了F601 F601 飛騰機 留下了人生的美好時光 感覺數碼 創作空間很大 有問題 但有問題是 近來各大廠商都出全面覆的模範 是否會取代APS-C 是否FF會有更大的創作空間 這件事好像很感性 首先我自己 我自己一向都喜歡用APS-C 為什麼呢 因為輕便一點 我覺得拍照 尤其是在玩的心態的時候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對 那你Full Frame 如果要我Full Frame 就算你送給我 但是要我每次揹著很重的東西出去 我未必開心 但反而很輕便 我現在說回我現在 一機三鏡三支 定招細細支 去拍Model 和我以前拿一部 傳片複丹飯 加大三元出去 我現在肯定是開心很多 但出來的相片 會不會以前那些美好一點 我覺得現在的美好一點 但不是純粹是器材 而是經過我這麼多年的經驗累積 其實我都不斷有學習 我現在還在學習 我現在個人的技術 是比以前好一點 所以現在拍照比那時更漂亮 但是這件事就告訴大家 其實技術應該是會多過這個器材 技術會不斷進步 你想多些自己個人技術 會比想起器材 我是用什麼的 這個兩部 我拍3D上很多人都知道 這兩部機應該是最小的 有質素的影片 兩部一起拍 因為之前我用兩部A5000 都重的 用這兩部拍影片 現在好多了很多 好多了 很輕 很細部 而且你以前的設定又多很多 好多了 對 那要把線放出方便一點 現在就不用搖控 一個搖控可以控制 50部高譜 很方便 其實我想帶出一點 就是 APS不會發展 不用擔心 不會完結 又不會取代 取代 什麼為之取代 在你心目中的想法 它不會不出機 不會不出鏡 一個很大的生意潛 取代自己心目中的想法 我經常都說 你放幾大張照片 才是最重要的 那件事 你想那件事 還有APS一早已經可以放這麼大張 A2是基本 對 很基本 所以其實 空間 空間 是不是更大 我覺得創作這件事 不是關乎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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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CD有多大 是 反而你 FF 即是 Full Frame 機體重了 你創作空間少很多 譬如有時候 你用棍子舉高 哇 拍很多角度 你無副鏡機 也不太高 有些事情 其實 APS機也好 你真的可以 很多角度 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拍到一件事 即是離開了 離開了 I-level 我經常說 離開I-level的東西 你才是另一個境界 所以 還有我覺得 到最後就是 也不到你擔心 那些廠都擔心你 那些廠 會不會繼續出APS 會不會 這些是廠的選擇 就是 到最後 會不會所有人 都只買Full Frame機 不買APS機 那些廠就不出APS機 但我只是覺得 不會有 即是 很難會有這件事發生 因為 很多朋友 即是 我都說 很多朋友都說 M43 即是 看小他的 Sensor 小 我很多拍照 很漂亮的朋友 結婚生子之後 都有一套 是一套 M43 他們是多一套 即是 可能M43 認真說 我相信 那個實際賣數 都不是我們 想像 那麼少 所以 所以 真的 沒有說 取代不取代 事實就是 你見譬如 Canon 他 EFM 以及 RF 他都 互相兼容 是啊 他不出鏡 他也有大賣 他也有鏡出 是啊 他沒有什麼鏡 但是他也有大賣 然後他現在繼續賣鏡 是不是 那就幾好 沒有秘密的 秘密 沒有人知道 有人測試過 其實他知道 Wide Zoom 其實在APS來說 評分是很高的 是啊 有細緻 而且是自拍專用的 幾乎 所以 所以 不用擔心 喜歡誰買誰 好了 下一題 今次再一題 Mokcha 按一下名字 新手術入門 想買Mirrorless 選Binbo好 沒有什麼品牌編好 預算是6000至7000 另外 他再報 有朋友 建議買ST2 雖然有點超過預算 但是 值得 我們怎麼看 你這個用的 我覺得 你永遠都是 都是什麼的 有想買新 但預算有限 預算有限 預算有限 因為新手 真的未必需要 買到最好的 但是 爽些 如果你購買 這個預算 你買 XT20 XT3 XT2 真的爽很多 按下去的感覺 但是 你感覺到 我會有些懷疑 新手 用家 未必 感覺到分別 你要用過 你知道便宜機的限制 將來升級 你才會享受到分別 但是 這是不是 一定要經歷 一步到位 就經歷不到這件事了 但是 你是不是一定要 特意委屈自己去經歷這件事 我覺得不一定 預算也有限制 是的 但是 預算有限制 我覺得 你不如 其實可以買便宜 我經常都說 買機身 尤其是開頭 可以買便宜 買好一點的鏡 不要一開始買貴機便宜的鏡 應該是這樣選 你這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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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買到機身 未必買到 是的 這個預算 買二手機身 那你還有鏡頭呢 我剛才都說 我會建議你買好一點的鏡頭 就不要買 不要調轉 為了好一點的機身 而買便宜鏡頭 是的 一開始買 即是你機身一定會換 鏡幾乎可以不換 鏡幾乎可以不換 真的 如果那支鏡 質素夠的話 你可以用到它 用到五年十年 用到它壞都可以 用到你轉系統 都可以 所以 所以 花點錢買貴的鏡頭 是的 是的 好 今次那麼多 稍後回來 我會繼續和大家QA